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右肩TV 一二零零五肩新闻 我是徐朱贤 先来关心这个强台苏力的最新动态 中央气象局在今天上午 已经发布了苏力台风的海上警报 什么时候会发布陆上警报 我马上把时间交给瑞轩 瑞轩 好了最快在今天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 那在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呢 中央气象局就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主要的警戒范围就是在北部的海面上 还有东部的海面上 那这些地区呢 现在都开始出现了长浪的情形 虽然现在在台湾的陆地上 都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不过在海面上已经开始变天了 尤其呢是在东部海面 恒春半岛还有绿岛蓝雨地区 都开始出现了长浪的情形 那这个苏力台风 这个苏力台风呢 它带来的威胁性是相当的大 大家现在尽量不要到海边去玩了 因为呢都可能带来强风暴雨的状况 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 还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那再来呢我们就从路径图来关心到 现在这个台风呢 它距离台湾还有1030公里 那现在速度是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 再朝着西转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那现在呢它的暴风半径 已经扩大到了280公里了 而且呢它的近中心最大的风速 也达到了每秒51公尺 那这样子的风速呢 已经可以足以把一棵大树给连根拔起 而且还可能会破坏掉房子的结构 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现在呢这个台风它的结构是相当的扎实 预计在12明天12号的时候 它的位置会来到这边 13号的位置会来到这边 那这时候对于台湾的威胁性是相当的大 而且呢预计啊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大豪雨以上的雨量 所以大家千万要特别注意了 那你现在的路径来看的话呢 它会就是大家所说的西北台 那所谓的西北台定义 就是从彭家雨和宜兰这个地区通过 那为什么呢这个雨势呢会那么大 主要就是因为这里是没有地形的破坏 所以呢它的强风暴雨的威胁性会特别的大 而且呢还有可能带来淡水和严重的海水倒灌 不过它的路径如果再往南修一点 它会直接从宜兰这边登陆 那如果登陆的话 警戒的范围就可能扩大到整个全台湾地区 所以呢除了在北部东部地区 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来到大豪雨以上的等级 所以这个苏黎台风它的威胁性是相当的大 大家可是要多加留意 而且预计在今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 中央气象局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资讯 才可以提前做好访台的工作 那以上就是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